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年人生 瞬间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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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岁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新花 千古江山如是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是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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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江山aven 弯我一个太平天下 我 苗泽 我且问你 我带你如何 姐夫 姐夫带我恩重如山 就是连我现在的官职 也是姐夫给摸来的 好 我要你 为我做一件事 姐夫 姐夫请示下 无论何事 我必遵命 起来吧 今夜三更 你看见城外 亮出三只火把 就打开许昌南门 开城干什么 迎马腾军进城 剿灭曹操 成灭曹操 怎么 你害怕了 姐夫 这 这这一旦失败 那可是要助灭九族的 姐夫 马腾军早就万事俱备 只等我们开放城门了 曹操是国贼 各路诸侯 无不恨杀 你如果愿意开城 事成之后 天子将为你败将封侯了 天子将给我败将封侯 真的 自然 高祖帝也不过一亭长出身嘛 你错过了这次 就再无尽身的机会了 我活出去了 开城 好 哼 就能做到 不许定 不许定 上 你还能 Bug 是 呃 长相 是我 徐玉 徐玉 文若 半夜到此何事 城门令 苗泽来报 说黄奎勾结马腾 今夜三更 马腾就率兵 杀进城来了 真有此事 苗泽是如何知道的 苗泽是黄奎的七弟 他说 马腾和黄奎早就勾结喊了 让他看到城外大火 立即打开城门 放马腾进来 现在已经是两更了 师伯我代啊 将军们呢 都在蒙外灯泡 找进来 将军们请进 副相 丞相 丞相 都准备好了吗 儿率领的五百甲士 早已在相府四周埋伏好了 好 徐楚 徐玉皇 你二人在割率五千人马 不在南门境内 带马腾入城 一起杀出 将其侵下 诺 徐玉 在 立刻差人 补拿黄奎 他既然勾结马腾 城内一定还有起挡羽 这回一定要 斩草出根 遵命 咱们 在城内 到时候了吗 暂停了 举火 走 珠夫 你看 冲进去 冲进去 冲啊 黑屋 看迫 队 以后 把扛招 loose 依然已经进来了 求嘛 把扛招 招居呐 马带 你带人在此营地 马帖 你跟我直奔曹府 诸杀曹贼 诺 兄弟们 跟我逃 杀 杀 杀 报 报 李丞相 马腾重出重围 直奔相府杀来 徐广的伤犯人马 还挡不住马腾的 五千残军 禀丞相 交战时我们才知道 马腾的五千军 根本不是残军 全都是西粮萧棋 他们不是五掌 就是十掌 哥哥无意精良 死战不退 我军 一时不能进监 我倒小看这些胡子兵了 把门打开 丞相 赶快退到后院去吧 这里太危险了 你说什么 这儿是我的都城 我还要逃到后院去 西粮有萧棋 难道我没有吗 我儿朝张 原生西粮萧棋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 静候我儿加音 丞相 武器 定部下 这是马腾儿子马铁的手机 西粮兵已经被我斩尽杀绝了 马腾呢 好了 压上来 诺 马腾 我把你当兄弟看 你又是怎么带我呢 推 草贼 我乃世代中粮 你乃篡汉之坚力 我恨不得尸尔的肉 不尔的皮 看看 这是你儿子的手机 马上你就会跟他一样 身手易主 马铁虽死 我还有马朝马代给我报仇 拿出去斩了 杀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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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西梁逃贼 其余各将 各归其营 整军待命 对 寻遇 光魁招供了吗 禀丞相还在训问中 快撤 你城内还有什么党羽 说 给我撲 给我撲 把你招下来 丞相有令 如若不招千刀万剐 不 不 我招 抬过来 把你的党羽全部写出来 快 一个别拉 快 快些 一个别拉 黄魁招了吗 招了 这是黄魁的共状 党羽都有谁啊 侍郎无忠 己是刘亦贤 主部宋志毅 南洪酒店掌柜陈玉勇 全部拿下 一个也不要放过 已经派兵去拿了 丞相 黄魁的共状 最后还有一个名字 谁啊 公子曹丕 这份共状还有谁看过 除了在下以外没人看过 把黄魁带来 我要亲自问她 黄魁洗完共状以后 趁人不备 放在刀刃上 死了 死了 他这是要 死无对证 传命许楚 拿曹丕来见我即可 怎么办 怎么了 承侠 你真的相信黄魁的供词吗 在下可万万不敢相信 轩月 你相信不相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我真的死于马腾之手的话 对谁最有利 你且想想 祝公子之间 谁的党羽最大 根基最深 如果我一旦遭遇不幸 谁最有可能继承我的大位 批公子 立刻拿它 先生 马唐夜袭不长 兵败备战 父亲大获全胜 昨天夜里城里乱了一宵吧 是 莫非你这里都听见了 大乱刚刚静止 你该在丞相身边侍候着 不该出城 是 这个我明白 哎 只有一件事情 让我心里面一直是不安呢 想请教于先生 何事 世老黄奎被捉住了 父亲正在令人严刑拷荡 哎呀 此人与我有交情 我怕他会不会供我出来啊 我怕他会不会供我出来啊 谁也帮不了你 包括我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让你听明白了 在这个世上 丞相是我最敬佩的人 不管丞相怎样待我 都动摇不了我对丞相的忠心和敬佩 先生 相信我 命死我都不敢背你父亲 那你还为黄奎担心什么 黄奎曾经是曹芷的宾客 其余我也有旧交 我当初只不过就是想让黄奎做我的耳目 去探听曹芷的情况 可是 可是 万万没有想到偷袭勾结马堂啊 他现在正在受严刑拷问 万一他把我扯进去 一口咬定说我是他的主子 那 那我跳起黄河我都说不清楚了 你 你赶紧回城 设法让黄奎死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军事看鬼甚严 根本就没有人能靠近他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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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不好了 丞相派叙述将军前来召你 你快回府吧 知道了 外面候着 诺 先生 你听见了吗 黄奎一定是咬我了 我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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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这样说 看到我的人是徐楚 徐楚是何人呢 他是父亲最得力的战将 只要父亲生领下 哪怕是让他砍自己的爹 娘 他都不出眉头 公子 他 你的确现在是处于险境之中了 如果你不要心乱 我赠你两个字 你可以试一试 先生请讲 第一个字就是赖 不管黄奎咬你什么 你该不能承认 就是丞相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你也要死不认证 我知道了 第二个字呢 第二个字就是乌 黄奎不是做过曹芝的宾客吗 现在你反无黄奎的后台就是曹芝 大水搅混 让丞相疑心大错 是非难断 还有一事 端午节时 黄奎在府上设宴 你女月招待曹芝 大肆献媚 平日间 黄奎和曹芝也有诗文长河 这些你都可以置为证据 请丞相明察 我知道了 反过 黄奎在住的 是曹芝 曹芝 情急间 我也想不出更多的法子了 但这两个字 定能有助于你 公子快快回府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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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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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孩儿拜见父亲 丞相 在下告退 不必 你就坐这儿吧 匹儿 我叫许楚前去招你 皮儿 我叫许楚前去招你 你为何足足耽误了三个时辰之久 孩儿不在府上 出城去了 城中刚刚安定 你为何出城呢 孩儿 孩儿开往司马懿去了 为什么 今天是司马懿的生辰 他孤苦伶仃 独守城外 无人为他祝寿 孩儿不忍 送了他两匹绸缎 还有一些酒肉 做公子的对旧属下 应该有情有义 我这儿有个东西 你拿去欣赏一下 你带人 这儿 你为什么要勾结黄奎 引马腾入城杀了 怨老的父亲 孩儿从来就没有和黄奎打过交道 黄奎是丧心病狂 父亲 他一定是见莫返失败 横树是死 就乱咬一气 他想借父亲的 他想借父亲的手杀我 你现在心中对曹家的仇恨呢 父亲 你从来都没有跟黄奎有过交往的 从来没有 绝对没有 他们正在隔壁审讯黄奎 用不了多久 黄奎就会招供什么都能够住 所以 你要是有什么事 就要抢在他招供之前告诉你 对不对 他招供 你 你 你 指寺 人非圣贤 孰能无辜 就连父亲 也犯过很多故错 你看 父亲头上的每一根白发 都是一个过错 所以 你要是犯了什么过错 只要你把它说出来 父亲就会原谅你 说出来 说吧 父亲 父亲 孩儿 从来就没有跟黄奎躲了枪头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 嗯 父亲如果 一定要让孩子说 孩子 只能说实话了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说吧 黄 黄奎的主子 黄 黄 黄奎的主子是四弟操职 两年前他就是四弟府上的宾客 他们来了密切 你混账 你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污蔑侄儿 父亲 孩儿绝对没有诬陷四弟 四弟害得黄奎的府上也验 黄奎用女月招待四弟 他们还经常 幸福 你还敢污陷自己的兄弟 你还敢污陷自己的兄弟 孩儿如若有一句虚言 父亲 父亲 就杀死的孩儿了吧 徐月 在 马上去训乱黄奎 诺 站起来 坐下 千万一 我爹 你 我爹 让他人家 腿好 我爹 你 你 你 我爹 心 你 我爹 都是假的 父亲 孩子刚才说的 不是实话 黄奎的主子 是四弟 好 那咱们爷儿俩 就等着黄奎招供吧 好 等 小琪 小琪 心肝啊 哎呀 干什么你们 你还行吗 还有那些 你还没人 你没人 哪个人 я не знаю 不然 我做了 还没人 曉大 你还没人 你还没人 我说了 你还没人 我说了 没有一句是假话 好 既然我说不动你 咱们就让天意来断 我手里的棋子 如果是单数的话 就说明你对我是一心一意的 如果是双数 就说明你对我有二心 我就砍了你 你敢吗 父亲请便 孩儿 不送不送 现在说真话还来得及 父亲 生命主兆 孩儿在父亲面前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我要输了 父亲输吧 女儿 男儿 女儿 女儿 安叔 看来你没有骗父亲 丞相 黄奎他招了 怎么说的 黄奎的确和四公子来往很密切 这些诗文就是从黄奎小妾的枕头底下搜到的 曹植的诗文 咱们会跑到黄奎小妾的枕头下面去 这个狗东西风流成兴 衔儿 父亲委屈你了 我 公子我不要你赏赐 这是五百斤 是丞相送给先生的 寿担贺礼 若是成一样赏赐的 那我就收下了 先生 你怎么就知道我能迈过去呢 因为丞相不同于成人吗 你做错了事情 以美跪地求饶 他会觉着你这个人没出息 反过来 要是你坚持到底 死不认账 他就会觉着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公子啊 知道丞相在历生训问你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丞相在想啊 儿啊 你可千万要顶住喽 千万千万 叶儿 我等了你半天了 你还是不跟着吗 现在说真话还来得及 先生 你怎么会对父相的性情 如此了如之掌呢 我要是都说出来 公子可别怪我 对丞相不公啊 你快说吧 是 因为丞相自己就是一个敢赖会赖 依赖到底的君王 苗泽呀 这回你立了个大功 我该好好谢谢你 按你的功劳 我应该封那个将军才是 谢谢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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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 你说 请丞相把皇 皇魁的小妾湘君 赐给我 好你个苗泽 我总算是明白 你为何要出卖自个儿的姐夫了 我这辈子 最恨属下跟主子的妻妾有染 为什么呢 我有正妻一 侧妻二 小妾九 一共十二个妻妾 如果我的属下跟我的妻妾有染 谋我性命 那我岂不是房不胜房了吗 我若是留你 那我怎么教化属下 我怎么教化天下人 拉出去看了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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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饶命 丞相 丞相 若不是我 马腾早就攻你城来了 我 我救了你性命啊丞相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我对你很好啊 苗泽 你早就在马腾之意中光荣战死了 我这是要厚葬你 丞相 丞相饶命啊丞相 丞相 丞相 丞相饶命啊丞相 丞相 探马急报 马朝寒随揪集了西梁八阵兵马 总共二十万大军 以攻陷的长安 正朝许昌杀来 从西梁到许昌至少要走二十天 他们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不是来得快 是他们早就备好了兵马 就等着接应马腾呢 来得好 这回我要亲自率军出征 消灭西梁军 斩草出根 马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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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尼也尽 etch马腾 尼尼谢谢 我还不说 带我要去 我应该 Yaak 你不会跟上 也就是乌仨 我还能不能逃 你不认了 有点 我死了 我只是拒绍 我会不认 你不给我 你不能逃配 我现在 你无认得 你却不得 我水 我这就拒绍 你只能谣 你还不认得 我们曹氏家族的祖宗八代 都骂遍了 末将忍了九天 再一忍无可忍 就下令出城与他决一死战 既然交战就应该战胜 却为何兵败失程 那西梁军十分骁勇 末将不能敌 你身为主将 却为我军令 还兵败失程 斩了 丞相 丞相 曹洪虽然并败 但大帝当前斩杀大将 恐非吉兆啊 丞相 请你宽恕曹洪 让他戴罪立功吧 求和丞相 让他戴罪立功吧 将曹洪虽败为武掌军签消灭 谢丞相不杀之恩 曹洪虽 撤 priv 儿等听着 再有战败者 我绝不停扰 準丽 对 South 放 rot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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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摇摇摇摇摇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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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梦放绝 山川依旧 孤战长上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见殿平生之为愁 情没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日日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空 也不是药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是君 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一天地同生 Zither Harp